用音樂畫 流浪者之歌 因為那個曲調變化很大 所以它的顏色啊 線條變化非常大 第二個是 亂流的第二個系列就是 就畫一堆亂碼 那碼比較具象 所以如果你不會畫碼 碼就會畫 不會活 那亂碼就會比較活 所以利用那種血液的方式就 就畫那個亂碼 那顏色又那麼鮮豔 就有點那個 野色派表現派的方法 其實野色派表現派 或者是什麼印象派 大概就比較像我們的血液 東方的血液 你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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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你這樣講有馬 有馬 這個有馬 這個有馬 有有有 有有有有 這馬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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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麼僅使用的 华晓 在這馬太短 這個馬太短了 所以老師你是到歐洲 你去哪裡去 那每年都不等到 大概都在幾個 就台灣這樣子 都不需要 東方的東西是不去 那其實不玩 你真的要取近代的現代的貴貓 你如果了解 就是這樣,像那個趙吾吉啊 趙吾吉、朱德勤還有吳冠中 他們早期都是在東方的 只是去了以後 想說要弄一個 弄一個風格 他倒也不是在國外學 他是去那邊 那個空間表現比較大 可以表現的 空間比較大 所以他們去那邊 又更把東方繪畫的東西 全部放到他們的繪畫 反而在 在東方的 現代畫家都把西方的拿過來 然後他們進到西方 就把東方的東西全搬過去 結果他們在國外 都出名 因為 東方的思想本來 在古代的思想 就比西方文明 他們對一些 一些觀念上的 理解已經很深了 已經很深 所以東方是一個有 文化的地方 那你說 放著東方的蘇法不學 太極權不學 藝經也不去學 你去西方學那些 那東方這些東西 已經讓你快步 像這種線條啊 你把毛筆的運用方法 對不對 這個在東方 就有狂潮啊 像蘇法的線條 那幅畫也是老師嗎 學生的吧 這幅呢 這幅是誰的 這也是學生的 他們以前不是畫這樣 他們以前的畫 有進階的 那裡面的那個小畫 是你的吧 那看起來是很棒 可以去裡面看看嗎 去裡面看看 那裡面的畫 看起來很舒服 像你這個拍起來就會很像真的 對啊 這是三峽祖寺廟嗎 這個是澎湖的天后宝 澎湖天后宝 可是你實際上看他細部 根本就沒有畫很清楚 而且大太陽下那個天上的光還會照下來 這個廟看起來很樹木很崇高的感覺 那很多人去那邊畫畫 其實這種感覺 結果因為我有用白的 或是一些瓜的 所以你看起來很像真的 嗯 很真實 嗯 那這個是那個 這個不好畫啊 這個 這是哪裡 安平硬核 哦 安平硬核 因為我在十幾樓上面畫下去 哪裡在哪 安平 台南 每一段都很漂亮 每一段都很漂亮 對 正常畫畫是每一段都應該很好看的 嗯 嗯 這在哪 韓國的油便局 哦 日劇時代的油便局 油便局 油便局 是有斜角 嗯 所以你必須在下午兩點到三點的時候 它這個立體面才會出現 陰跟影 才會有變化 然後那個倒影 斜的倒影 這個影子會出現 所以老師你去畫畫的時候也是要事先看景 然後決定什麼時間去嗎 嗯 也可以說事先看了 就是說你經過的時候發現 欸這個時間點很好 但是也許不是當天畫 他可能今天要去畫月亮 那 過明後天找一個這個時間點再來 所以你是現場畫 我都現場畫 我沒有 沒有照相照下來回來畫 我是攝影師啊 哦老師你是攝影師 所以我的構圖沒有問題 你看這裡 這個叫寶藏岩 哦這是寶藏岩 就是寶藏岩 哪裡新店啊 哪裡啊 公館 景美 哦這寶藏岩 你看寶藏岩就是違章建築 就是這樣要亂寶藏 所以你看 JD都有吧 哦哦哦 哦哦 所以這個是 算是這個亂流裡面 第一張這樣畫 所以我發現說 後續可以這樣做 因為它在亂中還是有序 而且亂的時候會很有變化 一般人畫畫是呆倒的 但是這種畫法是不可能呆倒的 只怕會太亂了 那你在亂中再想辦法收斂一下就好 所以我們的工作在收斂 不在製造 不是在找變化 我們一開始畫都很簡單 只是如何在電話中 找到一點點收斂一下 這邊在哪來 這個是溫泉博物館 哦這是溫泉博物館 哦這是溫泉博物館 來自我家裡 那是溫泉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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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得了嗎? 不見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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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